国内台湾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应俊豪 我这一次是担任政大人文中心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出版计划的审定委员 我其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主要是负责在民国23年下到民国24年上这个部分 所以就时间点而言大概就是1934年到35年 这时候中国到底该集中权力处理所谓的内政问题 也就是解决所谓的共产党 还是说应该团结力量 先优先处理日本的侵略问题 所以其实在这1934年到1935年之间 蒋中正的相关的资料 不管是他的日记还是相关的韩电资料 基本上都围绕在这两个部分 就是剿共跟堆移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做外交士 所以我很关心所谓的国际关系 所以在这两个部分其实我也看到有非常多的启发 蒋中正提到在他的资料高本里面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他里面有提到说对日外交的其实三个城市问题 他里面提到了三个很重要的概念 一个是以华自义 然后一个是以华自义 一个是以义自义 这三个概念看起来有点老实的 其实蛮有意思的 就是他在对日外交的时候 他希望能够让日本去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希望日本人不要迷信所谓的以华自义 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说他其实希望日本人不要去扶植所谓的汉奸 不要去扶植所谓的傀儡政权 希望能够以国民政府唯一的交涉对象 所以他其实透过很多手段想让日本人知道说你去扶植那些所谓的傀儡 那些所谓的汉奸政权是不会有任何的帮助 因为他们在中国是没有任何的市场 所以他其实在对日交的时候一直希望让日本人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以华自华是不可行 另外一方面他就想要向日本人去解释一件事情 那就是说这时候的中国没有想要学晚清时代的所谓的以义自义 那这个以义自义的意思就是说中国是不是试图想要联合欧美来制衡日本 就联合欧洲美国的力量来制衡 所以他一直想要向日本辩解说我们没有人那样做 他说以义自义已经是过去的东西 中国人现在不会再用所谓的以义自义 这是第二层次 然后第三层次的呢就是刚刚所提到的以华自义 那这其实是蒋介石想要跟日本人说 其实日本因为他在提所谓的亚洲秩序 那这个大亚洲主义其实各位应该知道 后来就成为所谓的大东亚共同圈的其实的一个先生 所以他这时候其实蒋介石有点在利用这个 他想跟日本人讲说 如果日本想要真正达到所谓的亚洲的领头了 或者所谓的亚洲的大 推动所谓的大亚洲主义 其中最关键最关键的 你不应该侵略中国 这样反的你应该要好好的拉拢中国 因为你拉拢中国的时候 才能够让你在领导亚洲这条路线上走得更远 香港的如果你这时候侵略中国 感觉就有点像亚洲人自己剥离洞 这样反而会让欧洲人能够能够取得好处 虽然这就是蒋介石所谓的以华制宜 就是说他想让日本人知道说 其实以华制宜会远远比你一昧的侵略中国会更好 当然这只是蒋介石去麻尊日本的手段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他虽然跟日本人讲说我们没有要以义制宜 我们希望你能够以华制宜 可是事实上蒋介石在世卫高版中 无论是他的日记或者是他发出的一些电文当中 其实都很清楚看得出来 他骨子里面就是要联合欧美俄来抵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